伊拉克各地發生襲擊事件 最少33人創生幾十人受傷 星期一各地的攻擊事件當中 死亡人數最多的是在巴戈達爾南的蘇瓦拉 一名自殺爆炸殺手駕駛著一部裝滿炸藥的汽車衝入警察檢查站 炸死最少10人炸傷超過17人 目前沒有人聲稱對攻擊事件負責 但暴力事件席捲伊拉克各地 補裝分子企圖破壞在4月30日舉行的國會選舉